欢迎你收看10月9号的财经Espresso 晚上好我是景龙 方向盛传著名连锁集团99超市 由于在2024年下半年寻求在大马股票交易所上市 已筹资15亿令吉 但是这项传闻还无法得到证实 财经周刊DH引述匿名知情人士报道说 99超市已经委托连昌投行 着手处理上市的事 他透露在筹得资金之后 该公司预计会开拓区域市场 比方说新加坡 印尼等 成立于1987年的99超市 由本地知名商家李良华创办 目前一共有2463家门店 并方也能够在今年末增设到2500家 李良华握有99超市的96%股权 其余4%则是由妻子黄丽婷持有 除了99超市 另一家同样分店零利的零售集团KK超市 吴越也曾经透露 未来三年有意在大马上市 以加快业务扩张计划 在大马已经经营20年的宝马B&W 正在进一步加强大马制造业务 宝马如今推出最新一代本地装配B&W XE运动修旅车 大马宝马集团董事经理汉斯德·维瑟表示 该集团15年前到居林设立装配厂 一直到去年推出第10万辆本地组装汽车 XE车款一直是该集团的骨干 而实现这一款第三代运动修旅车的本地装配线 既说明了该集团对大马市场有信心 也获得了本地客户的持续支持 除了居林厂房 该集团也在大马设有国家销售中心 宝马集团数据中心 宝马集团区培训中心 并在柔佛市乃机场自由工业区 开设宝马集团零部件分校中心 来支援亚太区22个市场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 爆发了50年来最严重的冲突 原产品市场犹如惊弓之鸟 分析员认为 中东紧张局势升温将再推高国际油价 加剧全球通胀压力 如果冲突升级 全球市场风险将无可避免恶化 今天市场重燃避险货币构性 驱动美元持续走强 马币对美元汇率回落 在全球利空因素拖利之下 开低走低 最低跌到4.7340令吉 截至下午6点 收报4.7295令吉 低于上周五闭市的4.715令吉 马股走势相对强稳 现已1417.06点高开 过后窄幅游走于 1415.80到1420.71点 闭市的时候收报1417.26点 全天微扬0.38点 亚太股市方面由于日韩台修饰 加上香港股市早盘受到台风影响修饰 常理交投情绪淡尽 香港股市五盘恢复交易 最终微扬31.42点 中欧股市则低收13.55点 最后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